季后赛 凯燕 天昊下了这一手 就在裁判的眼前 是 两边都有做一个 手部的动作 但是 天昊在这个手部的动作也是 被裁判抓的正早 凯燕要拔边线球 阿米在心脏地带面对田昊 穆伦斯 側到三分线外在底线投一个 昨天穆伦斯在第一阶前投一个三个三分球 但今天还没有开张 没有错 在topside的位置 是不是应该是会有点充电 诶 这个球 田昊在短短的时间之内 吞下了又一次犯规 凯燕士一这球 有没有机会来催一个U 所以裁判要透过IRS系统来检释一下 这个犯规是否要进行升值 对 其实在国王队的部分 在进攻端上面 其实都会看到在顶点的位置是 穆伦斯跟汤马斯最习惯也最擅长的位置 但是他们两个如果同时上场的话 位置当然会有点重叠 所以穆伦斯才会去投到角落的三分球 是 那也不是他的热区 所以在整个公司上面 还是会去做一些 在这场比赛去做一些调整 那在经过这场还是算是例行赛 所以还是可以去做一些变化 先看看这球田昊 确实是有拉 针对这个身体的部分 陈志宗教练也跟田昊稍微叮咛一下 这个篮板上这个球星巴尔没掌握住 前面有人 杰可妮 没哨音 杰可妮直接抽到裁判前面 觉得不可思议 好可思议 教练是要犯规啊 对 然后裁判以为他要传球 哇 这个犯的还蛮 整个拉下来的 对 蛮明显的 哇 而且现在凯尔修瑞 教练被缺了一个踢 哇 这一来一往差距很大 李佳瑞逃过了一次犯规 对 不过我觉得这 JURIOS的一个 现在这个抗议啊 这也是 我也觉得说必须要的啦 因为这也是球场的一部分 他可以去表达他的意志 不过可以选择更适合的方式更好 由陈坚恩来执行这次技术犯规的滑球 同时 球权转换 也没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